波士顿、马里兰州、特拉华州 这些都是提及率比较高的 大家不要被前面的内容吓到 哈喽大家好,我是洛奇 欢迎回到洛奇漫谈 刚刚过去的5月14日 纽约州的法布罗市发生了一起 出于种族主义动机的枪击案 造成十死三伤 13个受害者中有11个是非裔美国人 也就是黑人 这个官方的称呼 就是为了避免种族主义的嫌疑 足可见种族问题在美国是多么敏感 敏感的原因尤其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种族主义问题 并没有成为过去时 而是现在进行时 我帮大家稍微梳理一下 刚刚发生的法布罗枪击案 对象是黑人 去年的亚特兰大枪击案 对象是亚裔 2019年的埃尔帕苏枪击案 对象是拉丁裔 再往前去一点 2015年的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击案 对象也是黑人 这些都是近年来发生 伤亡规模比较大的 为了避免黄标 详细内容请大家自行去搜索 这就是当前的严峻形势 也是美国种族问题 无可辩驳的写照 我不想危言耸听 更不想去美化美国 既然选择移民到这里 就要直面这个国家的阴暗面 我认为把阴暗面曝光出来 正是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和责任 就像把农窗戳破 才能让那个毒液流出来 藏着捂着 只会更加恶化 言归正传 前面提到四个案例 有三个都是发生在美国的南方 是单纯的巧合吗 还是说明 美国的南方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 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区有哪些 以及我对种族主义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讲的是透过网络大数据这种方式 去调查种族歧视的情况 出于忌讳 人们都不敢公开的表态 但是内心的种族主义偏见 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 于是网络就成了这些人的温床 在谷歌搜索Nigger 这个极具侮辱性的词汇 特别人去搜索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但是今年累月几百上千万次的搜索 汇总起来 那这些大数据就有参考的价值了 根据这些大数据就可以直观的看出 美国种族主义的区域分布 红色代表种族主义最严重的地区 虫色代表超超平均值 浅蓝代表低于平均值 蓝色代表最不严重的地区 我们来讨论红色最严重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阿巴拉契亚山脉附近 简言之 越是住在山区的人 种族主义偏见和种族歧视倾向 就越严重 有些观众可能要懵逼了 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 在美国越是人口稀少的小地方 越能保留传统的淳朴民风 其实这种说法并不错 错在你对所谓淳朴民风的认知 你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民风淳朴固然是好的 但也来源于当地人的保守 保守就意味着局限和排外 所以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 好人确实是很好 比例可能也高一点点 但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白人至上思想的人 比例也要高一点 还有就是地理地形的因素 这个不难理解 平原人的性格和山区人的性格 大概率存在一些差异 前者生活在一马平川的地区 后者生活在匆匆阻碍的地区 环境会对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多住在美国山区的人 别说出国连州都没有出过 他们一辈子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几乎接触不到外面世界的人 更容易形成偏见的认知 我记得之前开车去宾夕法尼亚州 也是山特别多的地方 有一次遇到一个人无缘无故 冲我树争指 我也没得罪他 可能因为我是亚洲人的面孔 也可能他把我当成拉美人了 因为那时候我留胡子 确实很像墨西哥人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美国歧视最严重的 往往都是那些情乡僻壤 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而中国歧视最严重的 往往都是大城市 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 正好和美国相反 我不确定自己这个判断 是不是正确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理性去讨论 说到仇恨团体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臭名昭著的三开党 其实美国民间有很多类似的组织 仇恨团体的数量 也能反映各州种族歧视的概况 根据民权组织的统计 拥有仇恨团体最多的十个州 分别是加州74个 佛罗里达州68个 德克萨斯州54个 纽约州37个 宾夕法尼亚州36个 田纳西州34个 弗吉尼亚州33个 佐治亚州29个 北凯罗莱纳州29个 亚利桑纳州26个 各州的总数只是一个参考维度 未必最准确 因为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州 人口基数远超过其他州 仇恨团体数量多一些 也算正常 另一个参考维度是 人均仇恨团体最多的十个州 分别是蒙纳纳州 田纳西州 内布拉斯加州 阿肯色州 新韩布什尔州 阿拉巴马州 弗吉尼亚州 南考拉莱纳州 爱达河州 内达华州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州 人员稀少 孟达纳 新韩布什尔 爱达河和 内布拉斯加 人口都只有一百多万 他们的人均排名高一点 也不足为奇 分析总数和人均两个维度 人口特别多和特别少的州 参考价值都不大 其他那些州 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你会不难发现 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 主要集中在南部 比如田纳西州 阿肯色州 阿拉巴马州 南卡罗莱纳州 佐治亚州 其次是位于山区的州 比如宾西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 有必要补充一点 除了南部和山区 其实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种族主义问题 也不容忽视 只不过山野村民性格比较直爽 藏不住歧视的情绪 而东部沿海的人隐藏更深 如果你去一些美国人的论坛 你会发现很多人吐槽 自己曾经遭遇过的种族歧视 像麻州的波士顿 马里兰州 特拉华州 这些都是提及率比较高的 大家不要被前面的内容吓到 美国种族问题虽然整体形势不乐观 但不代表个体的境遇也堪忧 其实一切都是概率问题 我之前作为卡车司机 跑过全美40个州 确实有过几次被歧视的遭遇 但是绝大部分人来讲 生活圈子相对固定 活动范围也不大 遇到歧视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和观众的反馈 无论你生活在美国的东西南北州的哪个地区 遭遇种族歧视的概率和频率都是很低的 绝对不是某些媒体抹回洗脑那样 认为华人在美国只要走在街上 就会被黑人追着打 或者被白人翻白眼吐口水 这些都是新闻里的极个别事件 因为罕见所以才能上新闻嘛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既然移民到美国 就应该跳出华人圈 搬到都是白人的州或者城市去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逼着自己融入美国社会 这个想法是好的 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想 但是随着在美国生活越来越久 对社会的观察和体悟越来越深 我改变了先前的想法 倒不是因为我放弃了融入美国 而是我觉得那种强行切入的方式啊 有待商量 我和一个观众聊过 他生活在中部州 当地基本都是白人 而且他们都很善良 很友好 也愿意接受和新移民打交道 请注意 是接受而不是接纳 这两者的区别很微妙 接受是出于功德或政治正确 而接纳是出于私德和个人情感 说白了你很难和当地人 成为真正的朋友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局面 你只能游离于主流的边缘 这种游离的状态 会让人变得异常敏感 如果哪天运气不好 出门碰到种族歧视的人渣 你的坏心情会持续很长时间 而且很难排解 因为你在当地找不到同温层啊 综上所述 我认为新移民理想的定居地 应该是种族构成多元化的州 这也是加州华人和其他新移民 比较多的原因之一 各种各样的新移民多了 带来两个好处 一是政府从面 会完善相关的保护性法律 二是民众从面 见多不怪 更习惯多种族的混聚 种族歧视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很多专家学者 透过历史学或社会学角度 去分析这种古老的罪恶 我想从人性的角度谈一点 自己的浅见啊 我认为种族歧视 以及所有的歧视 根源在于缺乏平等意识 如果你发自内心认同 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你就绝对不会歧视任何人 同时也不会盲目崇拜任何人 人人平等是最基本的普世价值 也是喊得最响的口号 越强调什么 说明越缺什么 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 或多或少 都残留着某些优越感 即便是看起来很虔诚的基督徒 把神爱世人挂在嘴边 但未必理解上帝之爱的前提 就是人人平等 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区 其实正好也是宗教信仰 普及率最高的地区 这一点是否可以印象 宗教信徒的伪善 我认为可以 我本人是基督徒 但我不拒绝承认 基督徒群体 确实存在伪善的问题 究其原因 我认为是基督徒沉浸太久 错把耶稣的神性 投射到自己身上 然后用耶稣的圣洁 公义去衡量别人 殊不知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别人 有之毫无区别的人性 也就是罪性 无论我们的肤色人种如何 家庭出身如何 教育背景如何 职业收入如何 高爱美丑如何 在上帝的眼里 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分别 他都会一视同仁的爱我们 这才是神爱世人的真重含义 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而不是像有些基督徒 喜欢高举圣经 对经文章节如属加珍 却忽略了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甚至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非基督徒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如何应对整族歧视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改成 如何应对整族歧视的可怜人 为什么说整族主义者都是可怜人 因为他们蜀目寸光 因为他们化地为老 活在自己营造的优越幻觉中 如果他们懂得往高处看 神明的圣洁 就会照出他们作为罪人的不堪 如果他们懂得往宽阔看 别人的成功 就会照出他们作为loser的无能 如果他们懂得往内力看 自己的狭隘 就会照出他们作为小人的猥琐 但是很遗憾 他们只懂得往表面看 给生理上的差异贴上标签 再把标签幻想成旗帜 然后疯狂挥舞 变成摇旗呐喊的小丑 请问这样的人还不够可怜吗 面对这类可怜人 我一般会选择原谅 当然也要看具体情况 像那种无缘无故 冲你竖争止的 我建议直接无视 因为竖回去会拉低你的格调 如果遇到那种对你吐口水 或者甚至动手的 一定不能怂 必须怼回去 因为对方已经侵犯到你的身体了 这是底线 如果对方的歧视来源于刻板印象 不是纯粹的恶意 我建议可以尝试和他讲讲道理 说不定能帮助他扭转认知 需要务必注意 处理种族歧视问题 不能被怒气冲昏同脑 一致取不宜强攻 及时保留证据 录音或者录像 运用法律的武器去制裁对方 实在不行就在网上曝光 这招也很有效 有些白人垃圾公然的种族歧视 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 引发关注了 然后被工作单位辞退 还有一点 我认为值得单独说一下 我们华人在美国 做了很多破坏规则的事 承认这一点不难 比如留学生花钱 雇人代考 代写论文 推荐性造假 还有美国公司里的华人员工 充当商业间谍 这类事情也经常上新闻 我接触的蓝领行业 为了多赚钱 随意践踏规则的现象 比比皆是 再有就是偷税漏税 福利欺诈 这些在华人圈司空见惯 请不要说其他族也有这种情况 他们有也不能证明 我们做的对啊 华人圈这些不良现象 日积月累 就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幸运危机啊 主流社会就会对我们形成群体性的刻板印象 最终我们只能自食哭过 这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思的 有些歧视确实是无缘无故 有些歧视却不是空穴来风 我们应该学会分辨和反省 以及改进 而不是一味的无脑控诉和玻璃心 人这个物种 和自然界其他生物相比 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们拥有智慧 于是骄傲自大的人类就以为 这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其实这种想法恰恰证明了人类的愚蠢 缺少谦卑的敬畏之心 人的智慧注定从无限 变成有限 我们只需要稍微施展想象力 把自己放诸在浩瀚的宇宙里 感受一下万物运行的规律 让自己漂流在历史的长河里 体会一下转瞬即逝的宿命 或许我们就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就能意识到歧视别人是多么可笑 意识到渺小就是伟大 意识到可笑就是可敬 一旦达到这种认知的升华 你就不会歧视别人 同时也无法被别人歧视 换句话讲 歧视别人就是在羞辱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